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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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從事開車的行業 實性也不是很好 我們師父有一次 要帶我來出社 說他們去花蓮 有些師父 都在做出殘留的工作 等我去新庚的時候 回去到晉晨 聽上人開始 在聽上人開始的當中 怎麼不由自主的眼淚一直掉 七八糟就對了 還有我自己 拔轎齊心很不好的人 怎麼會端坐在那邊聽 當下就有發一個願 回來我要做主題 做完薄 叫東公 以前沒有飲料機 叫東公載回來 那個回收族 保管行 或是那個 全部公司的電腦座 我都用我的車載回來 載回來回收 那時候我們在那裡回收 有兩百萬一回 煩惑車車很快之後 我就慢慢把它修理 修理後開始就是 建律師先生說 叫我付這個保養 怎麼我就把它接起來 在做的中間 我們一聽話就說 鄉人這個 創造這個 這個福電力 讓我們經 其實要落實在生活上 鄉人說 煎腳走後腳飽 不要自主 你自主做多少 做完你就放下 這樣就沒有煩惱 你自主 你做很多也是自主 即使付出所想 就是連一個掌聲都不要 當做是自己的本身數去做 你才會快樂